如果是有同学问到这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Huff等于什么 JaraScript这个冒号然后分号 这个是干嘛的是吧 好这个的话有必要再讲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Huff的 那么我们默认是写一个警号 是这样的 写个警号它的有功能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连接到顶部是这样的 如果写这一句什么意思呢 就是JaraScript冒号然后分号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它什么都不做 然后这个冒号的话 后面跟个分号的话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冒号本来里面 要写JaraScript语句的是吧 这个语句后面是空的 空的就是什么都不做 好那么这个跟警号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警号会连接到顶部 它的话就是什么都不做 但是有这个Huff的样式 好我们来做个比较吧 比如说这个 你是再讲一下这个 比如说这个 我们来做一个链接 比如说这个 007这个A链接 A链接的Huff属性 HR1F属性 好那么比如说我来新建一个 这个H5的页面 比如说我这里做个链接是吧 做个链接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有一个 好我把这个页面的话还是做得很长 是吧 做得很长 比如说这个是页面文字内容 是吧 页面文字内容 然后的话给它来一个换航是吧 换航 好这样子是吧 然后多来几个 多来几个之后 大概这样子是吧 那么在这页面底部的话有一个A链接是吧 A Huff等于一个什么 锦号数量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链接是吧 链接 好如果我写这样一个链接的话来 跑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把这个页面我把它拉到页面底部 拉到页面底部的时候 然后我点这个链接是吧 点这个链接它是不是直接链到顶部啊 到顶部来了是吧 默认的话这个锦号就是顶部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 我想做链接 但是我不要这个Huff可不可以了 看一下啊 如果不要这个Huff属性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Huff属性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这么写是吧 直接这么写会是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个A的它本身的有样式出不来 你看这个是没有样式了 这个手 手放上去的这个样式没有了是吧 放上去应该是一个手吧是吧 这个样式是不是没了是吧 A的本身的那个链接的那个样式出不来啊 好 但是的话你加上这个锦号怎么样 又会链接到顶部是这样的啊 又会链接到顶部啊 加上这个样式之后 那么它的默认的话会链接到顶部 那么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 我不想让这个A链接它的样式出来 但是又不想让它链接到顶部是吧 那么可以怎么写呢 就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这样子是吧 写成这个A A HERF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JavaScript是吧 Java SCR IPT 是吧 然后两点 这样写的话本来这个冒号后面是写JavaScript语句的 比如说我写一个Alert Alert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OK是吧 这么写是吧 好 来个分号啊 比如这里来个链接 链接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这是不是链接啊 它的样式有了吧 这个手的样式是不是有了 有时候我点它是不是会弹出一个OK啊 会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执行JavaScript语句是这样的啊 执行JavaScript语句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如果说我把这个空着 会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这哪一个啊 好 如果说我这么写是吧 JavaScript后面的两点怎么样 我把这空着 这样空着 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 它是执行JavaScript的一个空语句吧 空语句什么意思啊 就是什么都不做 没有没有 什么都不做 而且也可以代替这个警号吧 这个警号是点点到顶部啊 这个怎么样 它什么都不做 但是可以怎么样 让这个样式出来吧 那么也可以这么写啊 JavaScript什么 冒号然后分号啊 有时候可以这么写啊 好 这个时候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怎么样 这个什么 这个是有链接的样式吧 但是点击它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啊 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反应都没有啊 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个写法就这样子了 好 JavaScript这个忘号 然后是分号 好 就如果说你想做这种效果的话 怎么样呢 可以用这个方法啊 就是这个是让链接 让链接 链接的默认行为 默认行为是 呃 就是 是什么 执行是吧 执行 JavaScript的 空语句是吧 空语句 是不是这样呢 空语句啊 也就是什么都不做 就是什么都不做 好 这是关于这个的写法啊 这个写法说一下啊 执行JavaScript空语句嘛 那么就是 也就是什么都不做吧 这个是什么 默认会链接到页面顶部啊 默认 警号 默认会链接到啊 链接到页面顶部 是吧 链到页面顶部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链接的这个写法啊 说一下 好 那么接着的话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接着再说一下这个什么 例子啊 再说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 呃 突突历次的是吧 这个例子再说一下啊 那么刚刚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就是做到这一步了吧 就可以什么 增加新内容是吧呢 好 增加内容是吧 接着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操作这些东西是吧 操作的话呢 什么呢 就是 就是什么操作 实际上就是每一行有三个操作吧 一个是什么 删除是吧 一个是向下排 一个是向上排 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想操作这个的话 是不是要给这三个什么 给它加四键吧 加四键是吧 好 如果说我们按照一般的做法 怎么样做呢 这么做是吧 是不是给它加四键呢 那无非是怎么样 把它获取到 然后给它加四键吧 是吧 好 假如说 那么先要什么呢 给这个加四键吧 比如说给这个什么呢 给这个 这个A加四键是吧 比如说给这个A加四键 是吧 或者给这个A加四键是吧 好 我们可以把这A获取到吧 比如说我们先获取这个 先获取这个什么 删除吧 我们来获取这个删除的这个东西 是吧 好 那么就是什么呢 直接写什么呢 这个Dollar是吧 Dollar啊 Dollar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点什么 DL吧 是不是就是这个A啊 是吧 这个A标签是吧 它的class的DL吧 是吧 DL然后是click的时候 是吧 好 click的时候啊 click的时候什么 等于一个funktion是吧 funktion啊 好 funktion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什么 就是什么 Dollar 它自己要删除啊 是它的负元素 Li要删除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写呢 就是Dollar 它是它的什么 parent是吧 是parent啊 就是它的负元素吧 是吧 看一下这个A标签 它的负元素就是这个Li吧 Li啊 好 它怎么样呢 拿一个什么 remove吧 remove啊 这个删除了是吧 好 这样删除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是吧 好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来测一下是吧 测一下啊 好 来刷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刷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假如增加一条是吧 增加几条啊 增加几条啊 点增加是吧 再增加一条啊 好 好 如果说我想删除是吧 假设想删除这个是吧 好 点这个删除 没问题吧 好 删除这个点删除 是吧 没问题是吧 好 下面这些新增的我来点一下 看见没有 是吧 好 点一下它 是不是没效果啊 是不是没效果啊 是吧 为什么没效果啊 这个是后面增加的吧 后面增加的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是吧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运行的啊 一进来的时候 或许是三个元素吧 或许是三个元素啊 然后这段程序是什么 是点击的时候才会执行吧 没有没有 这个click里面的成绩是什么呀 是点击的时候才会执行啊 不点击的时候是不执行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它实际上是先是读进来 但是不执行是吧 好 然后这个读进来不执行 然后到这里来 是不是先再执行这里啊 一进来的时候 这一段话也是要先执行的 然后它选取的这个DL是什么呀 是页面上已经有的三个A标签吧 选择这三个吧 这三个怎么样 就绑定了这个事件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它们怎样 可以刷处它们的什么 负集吧 那么新增加的怎么样 那么点击的时候才新增加 这些LI吧 这个LI里面的这个A标签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A标签 这个class 这个A标签是吧 它是不是没有怎么样 没有加这个什么 没有加这个什么 删除的事件吧 所以怎么样 是不是删不掉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吧 就是新增的是吧 是删不掉是吧 原有的是可以删掉的 比如说这个是原有的吧 新增的都删不掉是吧 原有的可以删掉是吧 好 那么你说我可以这么做啊 是吧 我这个加了前面三个 然后我新增的时候怎么样 再在里面加吧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我在获取它这个里面的 多了啊 比如说 我发一个什么 多了什么呢 多了A啊 多了A啊 又等于这个什么呢 多了LI 多了LI就是指的这个 这个 这个LI标签吧 LI标签啊 它里面的什么呢 它里面的啊 这里面的 翻译的是吧 翻译的是什么呢 这个多了DEL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啊 啊 好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这个多了A 是吧 多了A 然后click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啊 click的时候啊 好 这个find的DEL 是吧 翻译的这个吧 好 我们前面学的选择器 是吧 来复习一下吧 前面学的这个选择器 选择器 选择器 你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有个什么呢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find的啊 是吧 选择DIV内的class 等于myclass的元素吧 那就是find的啊 find的啊 好 它find的完之后 然后是 tacclick等于function 是吧 好 然后是 多了this parent remove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这么写是吧 好 这么写之后 那么怎么样 我们大家看一下 可不可以是吧 好 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比如说 我再新增几个是吧 新增几个 新增几个啊 好 这个可以删除是吧 好 这个能不能删除啊 可以了吧 可以了啊 这个行的是吧 好 这个行的之后 我们刚刚只是做完了什么 删除吧 那么还有向上向下 是不是都得做啊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得什么 还得发印的什么 还得发印的这个向上 是吧 还得发印的向下 这里面是不是得绑三个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得绑三个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得绑三个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件事是不是很麻烦呢 是不是这样的 而且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A标签上面都绑了东西啊 都绑了东西相当于是什么呢 一个LI上面有绑三个A标签是吧 那么是怎么样 这个性能是很差的啊 就是每个LI上面要绑三个A标签是吧 这个性能很差 而且什么样 代码也比较啰嗦是吧 这里面有写三个 这里面要写三个 我们要针对已有的绑四件 新增的还有绑四件 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个是很麻烦的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肯定什么 用这个什么优化的方法是吧 那么怎么优化呢 我们就用到什么 四件委托吧 四件委托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准备把它住掉啊 这个不要了啊 这个 这个也不要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四件委托是怎么优化的 是吧 好 四件委托怎么优化呢 是吧 我们把这个四件绑在这个UL上面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UL是一直存在的吧 刚开始就存在是吧 最后面也会存在 不会把它删的吧 最多把它里面的LI全删掉啊 它是不会删的 所以说它一直存在 我们把四件绑在它上面是吧 那么怎么绑呢 就这么绑是吧 那么就是多了什么呢 UL吧 我一开始就把它选中了吗 是吧 这个UL是吧 好 然后什么呢 代理是吧 delegate是吧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是什么呢 然后是代理谁啊 这个UL代理它里面的A标签吧 里面的A标签啊 就是这个A标签是吧 好 代理什么事件呢 代理这个click事件吧 click事件啊 然后拿一个什么 function啊 function 好 干嘛呢 要做什么呢 就是点某个A 然后就要做这个A 对应的它的那个操作吧 是这样的 操作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 它对应的什么呢 我们把它这个A看一下 那么这些A标签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每一个LI里面 A标签的区别是什么 它们的class不同吧 是吧 好 我们把它class取出来看一下是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这么做 谈它的什么class名称是吧 比如说谈DollarZ DollarZ它的什么 是不是有个什么 Proper啊 Proper class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啊 是吧 Proper就是获取它的class名称吧 是吧 好 看一下啊 这是前面学的啊 就是这个什么 获取元素的属性是吧 获取元素属性看一下啊 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元素的属性操作是吧 属性操作里面 那么这个是这个HTML是获取里面包裹的内容 这个Proper是不是就取得这个某个属性的值啊 所以某个属性的值啊 好 Proper SRC是取了SRC的值是吧 那么这个Proper什么呢 这个class就是取得class的值吧 好 我们来弹一下是吧 好 这个 这个什么 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什么 删除是吧 那么是弹出的DL啊 好 点这个什么 点这个是弹出的Doll是吧 是不是Doll呢 好 点这个是不是弹出的UP啊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是不是通过这个值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存起来呀 是吧 好 比如说 呃 发一个什么呢 这个Dollar什么 Handler Handler 是吧 就等于这个Dollar意思的Proper什么 就等于这个值吧 是不是可以呀 啊 然后通过判断这个值来做我们想要要做的事情是吧 好 那么如果是吧 如果什么呢 如果啊 如果这个Dollar什么Handler是吧 Handler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DEL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是要删除啊 我要删除这一行是吧 那么就怎么做呢 就是就是就是Dollar意思吧 Dollar意思的Parent是吧 Parent 然后拿一个什么 Remove吧 Remove 是不是这样的啊 Remove啊 好 好 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是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那么我们新增加几条是吧 新增加几条啊 好 好 这个原来的是吧 删除 这个没问题吧 删除啊 新增的删除是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吧 好 全部删掉了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DEL是吧 好 再来判断吧 再来判断啊 好 那么如果是吧 如果这个什么呢 这个Parent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UP吧 向上是吧 这个是UP 是吧 向上还是吧 好 好 是不是这样子啊 UP的时候这个要干嘛呢 是吧 这个时候要干嘛啊 看一下啊 UP的时候是我这个什么 我这个LI是不是要往上面走一些 摆到这个LI的上面了 是吧 是我这个LI要放到这个LI的上面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上面啊 那么就牵涉到我们的 这个相对是什么 我把它剪切 然后放到这个上面来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类似于这种操作啊 是吧 就这个操作吧 好 好 这个剪切操作是吧 解操作的话就是可以是吧 这个是标签的外部操作吧 是外部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什么 before或者after吧 是吧 before或者after 那么这个是应该是什么 before吧 是吧 before是吧 before啊 before的话那么应该是怎么写的 是吧 那么他什么呢 他已经说的before 或者是什么呢 他什么 before一个他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或者他insert before他 明白吗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比如说他要放到这个第一个LI的前面 那么可以怎么写呢 第二个LI insert before第一个LI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或者第一个LI before第二个LI 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 这样子啊 把那个逻辑搞清楚就行了啊 就是我们刚才学的什么 那个什么 after和什么 insert after或者before和insert before啊 那么要搞清楚是吧 好 那么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什么 dollar list parent写在前面 是吧 叫dollar list dollar list的parent 就是指的这个A标签对应的 他的什么 复级吧 复级啊 好 比如说我是点的这个第二个LI 啊 就是指的他 现在他怎么样 要向上 就要放到他的什么 前面 是吧 那么的话 就是他怎么样 insert before insert before吧 insert before啊 好 就是他啊 然后点什么 insert before啊 insert before是吧 insert before 然后是他的什么 他的前一个吧 他的前一个啊 就是什么呢 dollar dollar什么 类似的什么 perview吧 他自己的前面吧 是不是perview啊 好 再清楚吧 是吧 他的perview啊 是这样子的吧 好 来看一下啊 perview就是指的他前面的吧 又是选择器里面的东西啊 好 这里面的这个例子是综合的 比较综合的一个例子啊 好 perview的话就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 perview就是指的Li前面紧I的同备元素吧 紧I的啊 前面的是吧 perview 好 啊 啊 不对啊 不对 不对 不是多了历史啊 多了历史的parent的perview啊 啊 写错了啊 parent啊 不是多了历史的perview吧 多了历史指的这个A标签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对是吧 他的perview是指的这个A标签是吧 不是哦 这个的perview 这个的perview指的谁 指的这个HTML 指的这个span标签吧 不对是吧 应该是他的parent的perview吧 啊 这样子啊 多了历史的parent的perview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不行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一下之后 比如说这个 这个往上走 可以吧 再往上走是吧 好 再往上走 是不是应该有提示啊 是吧 有提示啊 好 这个提示我们一会做啊 好 这个的话是什么 往上走走不了了 上面没有了是吧 好 接着往下走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啊 如果是if这个什么呢 if这个啊 这个是什么 down down的时候什么呀 他要往下是吧 多了历史的parent 然后是insert 然后是insert after吧 after after dollar this parent 就是什么 next 吧 他的下一个吧 是不这样的啊 是不这样的啊 那样式的啊 好 这样写是吧 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再来看一下这个 下下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下下没了是吧 新增几个吧 新增几个啊 好 这个是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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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 是吧 学拍手 好 这个是 往上 是吧 往上 可以往上吧 往上啊 不往上啊 再往下 是吧 都没问题是吧 好 再往下 好 好 这个往上往下都没问题了是吧 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 这个功能基本上可以实现了是吧 功能基本上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需要做个提示啊 如果这个第一条是吧 这个第一条的话啊 在往上应该什么 做个提示就是已经到顶了是吧 到顶了啊 好 这个第一条的话我们怎么提示呢 是吧 怎么提示呢 我们会这么写啊 就是说 这个要判断一下是吧 判断一下 在这个里面来判断是吧 可以在里面来判断是吧 好 那么如果是吧 好 那么如果什么呢 如果多了历史 多了历史它的什么 parent是吧 parent 指的这个Li它的什么呢 它的perview是吧 perview perview perview的话指的它里面是什么 选择的一个元素吧 嗯 然后它的什么 它的就是个数吧 lens是吧 就是有几个吧 就是到底有没有选中是吧 到底有没有东西是这样的啊 lens啊 好 lens的话那么如果是等于0的话 就是表示没有元素了是吧 就是说它前面 它这个parent的它perview 前面没有Li了是吧 那么这个lens的话就等于0是吧 因为的话它没有的话它也不会报错是吧 它会什么 会返回一个0是吧 好 那么它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alert一个什么 到顶了吧是吧 到顶了啊 到顶了啊 到顶了 到顶之后的话然后怎么样 然后这句话就不做了吧是吧 这句话就不做了啊 不做之后什么 直接return吧 return啊 直接返回一下啊 return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刷一下之后那么点什么呢 向上是吧 那么是不是到底呢 是吧 到底呢啊 那么就不做什么事情了 是吧 不做什么事情了啊 接着这个地方也一样判断一下吧 判断一下啊 是吧 就是一样的啊 如果是什么呢 就是dollar list parent的什么 next next 等于0的话就是什么 到底了 是吧 到底了啊 到底了 好 就return是吧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好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代码是吧 几乎就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来把它刷新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然后 随便吧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再往下啊 比如说这个放到最下面去是吧 放到最下面啊 放到最下面啊 放到最下面 这个是到底了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放到最上面 到顶了是吧 到顶了 好 这个的效果的话 那么就几乎啊 差不多就做出来了 是吧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简化很多代码 而且我们这个事件怎么样 是不是只绑进来一次啊 只绑在这个URL上面 看见没有 只绑在URL上面 就是说你这个里面 如果有再多的条数怎么样 都不关我的事是吧 我只有一个事件 处理这所有的事情啊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 事件委托它的好处 而且可定 经济很多代码吧 是不是经济很多代码 把代码都放到这里了是吧 这个什么 逻辑更清晰吧 逻辑更清晰啊 你这里绑三次 这里面绑三次是吧 是不是很恐怖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事件委托的 这个例子啊 好